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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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这份感情就这么结束的 若你要跟他分手的话 你等于判他死心 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他一直想起你们过去的快乐美好的时光 他忘不了跟你在一起的那些甜蜜时光的 他知道你有好多的选择 而他也是步伐追求者 但是他就是喜欢你一个 他不喜欢别人 不想跟你分开 他还不知几时可以再见你呢 好想你哦 在分开的日子 他过得不开心 Gazeman 到底 他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首先你足迪拍卡来看他说 他被你迷住了 就只有你有能力呢 令他那么的神魂颠倒的 请你别跟他分开 若你要跟他分手 分开的话呢 你等于判他死心哦 他无法想象 日子没有你该怎么过 他忘不了跟你过去的那些甜蜜时光 你带给他太多的美好时光 令他念念不忘了 他知道你们都 他知道你不乏追求者 而他也是 有很多其他的追求者 但是呢 他选择的就只有你 他只爱你一个哦 请你别吃醋 他心里就只有你一个 请你别再跟他分开了 他好想你哦 在没有你的日子 他过得不开心 不知几时可以再见你呢 看塔罗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一组 这里可能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干 他知道 他自己可能有很多追求者 令你感到不安 可能你们之间真的有误解 请你别那么的没安全感哦 因为他爱的就只有你 你倒可以放心 如果他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呢 他会为你改变的 他不会再重犯一样的错误 他想与你有一个新的开始哦 找回当初的热恋爱的 大家上带彼此每天过得开心 他现在好难过哦 你是否还愿意给他机会呢 只要你们愿意重来的话 他知道他很有信心的 可以就是相信这份感情 会走向美好的 你就是他最理想的恋爱对象哦 除了你之外 他不考虑其他人 这些都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话哦 他没有骗你哦 他还是像当初 就是爱上你的那个感觉 那个热情还在 就算爱着你是需要大冒险 他也愿意去尝试的 其实这一番话呢 他早就想说的 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可能他害羞或找不到机会 给选到第一主义塔罗派卡来看 他想对你说的真心话哦 这个人他 他说你们之间真的可能有误解了 虽然他有很多的追求者 但你可以放心哦 因为他爱的就只有你 若他有什么坏习惯 令你感到不安的话 他答应你 他不会再重犯一样的错误了 他想要与你重新再来哦 想起你 他就满满的热情的 他还是对你自在必得 他觉得只有你能够带给他快乐 带给他幸福的感觉 只有你成功地把他迷住 迷倒 令他神魂颠倒 他呢 现在好悲伤哦 他不知道你是否还愿意给他机会呢 他答应你 只要你愿意给他机会的话 你们的将来会走向美好 会是闪闪发亮的 你是他最理想的恋爱对象哦 他对你是非常满意的 你已经是他心目中的第一名了 也没有第二名哦 你是他的唯一 他现在想告诉你这一番话都是他藏在心底 早就想告诉你的一番话哦 如果爱上你是危险的 需要大冒险的话 他也愿意去尝试的 他呢就是早就想把话说给你听 但是他可能就是害羞或找不到机会哦 请你相信这一切都是他的真心话 看资卡怎么说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好担心 他好害怕 如果你发现他不够好 而嫌弃他怎么办呢 你是他最习想的 梦中情人的 但是他好像高攀不起哦 你已经占据了他整颗心 他满脑子 想的都是你 快令他要发疯了 你就好像 那个阳光 照亮他的雨天 他对你的爱是不会死的 你是那个唯一 你是那个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他每天会想的 每天起床 第一个想起你 睡前也会想起你 他会把你的 放在第一位哦 过去他都有一直在暗恋着你哦 他早就喜欢上你了 没有他 你会不会比较好呢 他觉得他自己 只会一个 只会给你添麻烦 改选到第一 所以自卡来看他说 他现在好担心 好害怕 若你有一天 发现他不够好 而嫌弃他 不要他离开他 他会不会 就这样子 失去你的受伤 会很痛苦呢 你就是他的一切 你就是他最喜欢 最理想的类型哦 但他总觉得 自己不够好的 配不上这么棒的一个你 他现在觉得 他整个心满脑子 想着的都是你哦 已经令他 就是已经 到了疯狂的 疯狂爱着你的 那一种程度了 你就好像阳光那样子 去照亮他的雨天哦 他需要你 只有你能够带给他温暖 对你的爱 他是不会死的 他是永远爱着你哦 他现在已经习惯 每个早上起床 第一时间就想起你 睡前也会想你一遍 他会把你放在 他心中的地位哦 如果你愿意让他靠近 他会好好的善待你 他早就已经喜欢你了 他暗恋你好一段时间了 但他觉得他自己 只会拖累你 所以他不敢向你前进 看中文字卡 那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 说实在的 我很讨厌你 那忽冷忽热的态度 你对他一时好 一时不好 忽冷忽热那样子 令他 好痛苦哦 你在折磨他吗 因为我不知道 下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 所以才会那么努力的 把最好的都给你 他好努力的 想对你好哦 再看 我只想成为 那颗最 闪耀的星星 他要成为 对你而言 最耀眼的星星 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 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接受这个大自然的讯息哦 大自然一直不断的 有在跟我们沟通的 只要我们愿意把星打开 去聆听 你就会 就是 接受到 来自大自然的讯息哦 大自然是能够带给你疗愈 带给你苏醒的感觉 再看 接近大自然 还有呢 找到平衡哦 就是工作归工作的 自然时间也要有的 也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哦 不要因为工作呢 而忽略了对方 也要抽点时间 去陪伴对方哦 光亮的 就是 当你愿意传递爱 然后把正能量散发出去 你等于是一个 闪闪发亮的一个光哦 照亮 这个黑暗 接着最后 我们看这个答案 自书给助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有一个实质性的连结 连结到另一种情况 就是你遇到的这个事情呢 它有 就是会影响很多 所以慎重的考虑 才去做你的决定哦 因为可能 你做的一个小决定影响 可能会有很多 连结的连结的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一组的排稿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收获满满的爱哦 与对方 在满满正能量的环境 就是收获 满满的丰盛哦 富足的 走向你要的美好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赞 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传统的主题是 他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说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这个人他现在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 看他现在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对你的爱是无私的 他非常热情地对着你哦 他是真心爱着你的 请你相信他 请你做个选择哦 就是选择他是你最对的决定 就是了 你们是双生火焰 在一起是最正确的决定 他现在想把 他温柔的香蚊带给你 遇见你是他这一生 最大的福气哦 给选到第二组 他现在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想说他是真心爱着你的 他整颗心就向着你哦 请选择他吧 这不会是你后悔的决定哦 能够跟你在一起 也是他最正确的决定 他知道你们是双生火焰 你们是属于彼此的 就在此刻你看着这个视频 他也在想着把他的香蚊 温柔的香蚊带给你哦 能够遇见你是他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他非常开心快乐 很满意 看塔罗怎么刷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他现在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不知道你在顾虑些什么 你在想什么呢 你要的是什么你都可以提出来哦 他跟着感觉走 而他的感觉就是走向你哦 他好想要跟你谈个恋爱 请你邀约 请你接受他的邀约可以吗 没有什么他是不愿意为你付出的 若你对他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他都愿意为你改哦 你一直不吭声你 静静那样子 他怎么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呢 请你别再胡思乱讲了 他对你的爱是非常强烈的 他好在乎你 你过得怎么样呢 你过得好不好呢 不想再跟你冷战哦 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他可以做些什么去 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呢 他很想冲向你 去把他满满的爱带给你哦 给选到第二组一塔罗拍卡来看 这个人他现在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他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有什么要求呢 你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呢 你要的是什么 你都可以提出来哦 你就是一直把全部话都藏在心底 他怎么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呢 请相信他是很想要去解决问题 把你们的感情变得好起来哦 请你接受他的邀约 他是真心爱着你的 别再质疑他对你的爱了 然后呢就是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 好久没有听见你的消息 他好关心你哦 很想要照顾你保护你 没有什么他是不愿意为你做的 请相信他是真心爱着你的 如果他有做错什么 他自己不知道的话 你都可以说出来 他是好愿意为你改变的 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哦 请你指点一下你要他怎么做呢 只要能够走向你 只要能够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他愿意付出他所有的努力 康斯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你的肢体语言告诉了他好多 他一直有在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 他都有留意 他受伤了他也需要一点时间去疗伤 给他一点空间 他有时见到你跟其他异性在一起 他心里就是不爽哦 他会失处 但是如果你问他 他不会承认 他问上天问天使问祖先哦 都想知道关于你的事情哦 想更懂你 你就是他要找的另一半哦 他已经把你当成是 他要走一辈子的人 你就是把他的呼吸带走了 跟你在一起呢 他忘了呼吸哦 他可以做些什么去修补你们的感情呢 请你指点一下他该怎么做呢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你把他的希望带给你哦 遇见你 他觉得他的生命才刚开始 给选到第二主义 资格来看他说他真的很关心你哦 你的自己语言他都有在留意着 你的一举一动他都有看在眼里 亲爱的给他一点独处时间哦 他也是受伤了 他需要一点空间去疗愈他自己哦 不想把负面的情绪带给你 有时候呢 他就是支出了 见到你跟其他的异性在一起 他就是不爽哦 但他又不肯承认 他很关心你好像知道更多你的事情哦 他问上天问天使问祖先 都想知道你的事情 你过得好不好 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他的另一半了 你过得不好他也不好受的 你就是那么把他迷住了 就是见到你 他会忘了呼吸哦 心路乱撞起来 你对他有什么不满呢 那他可以做些什么 去修补你们的感情呢 他现在还会做好准备跟你面对面的 去解决问题 给他一点空间 你是他的希望你好重要 请你别离开他 因为自从有你 他才找到他的人生方向 有意义 有了你他才觉得 他的生命才刚开始哦 可以想象若没有你 他的世界将会是崩塌的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别伤我的心 那里面住的是你 当你能左右我情绪时 我就知道我完蛋了 你是那么影响着他 因为他深爱着你 我永远需要你 我也希望我永远被你需要 他希望你们是互相需要 互相相爱 看这个神域白卡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 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让自己有一些独处时光哦 无论多深爱对方呢 也要有彼此的一些独处时光 彼此的空间 这样才能够走得长远 拿出你的智慧哦 你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一个存在 你已经在这个红尘了 就是已经很多了 翻滚好多年了 你遇到的挑战 你绝对有能力去克服的 你不是第一次去解决问题哦 你已经在这个人是已经很多经验了 在看 望向星空哦 你会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的糟糕 其实可以把事情不要看得那么大哦 我们很渺小 看这个答案之书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整体的建议 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它将会带来好运 它将会带来好运哦 就是这份感情会引来你要的美好 所以再坚持保持正面的去 过好每一天哦 你要的美好会降临的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幸福快乐 每天都过得充实有意义 与对方充满喜乐的 欢乐的心 去过好每一天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赞,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章的主题是 他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说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这个人他现在想对你说的真心话是什么呢 后一张主题拍卡 也选到第三组 看他想对你说的真心话是什么 后来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真的想跟你有一个结果 希望可以跟你永恒在一起 最近他有在看结婚戒指 若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 那都是因为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去揭露你们之间去拆散了你们 心里别那么容易被误解 误解就是误解你们之间 本来可以很美好的感情 你是他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 别再怀疑 别再犹豫 他真的想跟你稳定发展 他不考虑其他的人哦 对你的热情是满满的 给选到第三组 他现在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从先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真的以结婚为目标 跟你开始这一份感情哦 最近他都有在看结婚戒指的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呢 请你别那么容易地被误导哦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不怀好意地想拆散你们 所以呢你可能会对他有一些误解 请你别那么容易轻心 轻眼地去相信他人 去说他的坏话 他真的觉得你是他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哦 他想要跟你稳定地发展 稳定地有一个未来 不管你们经历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他对你的热情还是满满的 他只爱你一个 他只有跟你在一起才是幸福才是快乐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现在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他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他心中满满的爱想带给你哦 想跟你恋爱一场 想跟你浪漫地谈个恋爱 请你耐心等候一下 他很快会把惊喜带给你哦 你们的感情会迎来好消息 会幸福的 他现在在努力的 想要就是经营好这份感情哦 他要把最好的都带给你 他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好让将来他更有能力能够照顾你哦 他知道跟你分开呢 就是冷落你 他也是不好受的 他也很想你哦 他也不想跟你分开 再看 等时机对了 他自然会公开你们的恋情哦 会让大家都知道你们就是一对 他现在好重视这份感情哦 无论多艰辛艰难的 他都不会放开你的手就对了 你可以放心哦 你有什么心事都可以说给他听 他好愿意去当你的聆听者 去帮助你做正确的决定哦 就是你 就当你很迷惘的时候 或者是你听到 别人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去拆散你们 你都可以找他谈哦 他可以去帮你一起分析 解决问题 解除你心中的疑虑 过去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往前看好吗 你就是他的正确的人哦 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 对的人 他只想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哦 可以选到第三主义大洛派卡来看 他想对你说的真心话 他现在心中积累好多的爱与浪漫 想带给你哦 请你耐心的等候一下 很快他会把惊喜带给你 他现在很努力的在工作中哦 他为了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好让你们未来可以走得更幸福 快乐美好的 冷落你是不应该 但没办法哦 他其实也不好受的 他也不想跟你分开哦 在忍耐下 他就会让这份感情有一个结果的 他也很想公开你们的恋情哦 想与你步入婚姻 他很重视这份感情 他不是对你玩玩的 你有什么心中 就是弄不清楚的事情呢 都可以找他谈哦 别胡思乱讲 若你听到什么不好的谣言 你都可以告诉他 大家一起就是去面对解决问题哦 他不想你一直误解 不想你就是过得不开心 过去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 我们往前看吧 未来还有很多值得期盼的好事哦 他会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 把你当成是他的这个公主 不是他的那个男神或女神的那种存在哦 看字卡怎么说 也觉得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好想主动的去联络你 但是他又紧张哦 他需要一点勇气 需要能够带给你平衡快乐 他什么都可以做 如果你要他离开你 你才能够快乐 那么他就离开你哦 虽然他很不想离开你 他要的就只有你一个哦 他只想跟你走到永远 没有其他人 可以取代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他很怀念跟你 有说有笑的日子哦 很想念你的声音 如果他有做错什么 他真心想对你说声对不起 希望你原谅 他觉得你一直在进步哦 跟你之间的距离好像变得越大了 他每天都需要你哦 没有你他不行哦 他知道你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从有一天 你会发现他的好 而接受他 当弟子见到你呢 他没有想到 你会变成 你会变成他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人哦 他没有想到 你是那么影响他 给选到第三主义自卡来看 他说他其实是很想主动的去 找你联系的 但他又很紧张 他需要一点勇气哦 请你给他一点时间 很想念过去你们那些 有说有笑的日子哦 很想念你的声音 但若你觉得他做错了什么 他想借这个机会向你说声对不起 若你不肯原谅他 要他离开你 你才开心的话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 就只好离开你哦 虽然他很不想哦 其实他要的就只有你一个的 他只想跟你走到永远哦 若你有听到什么不好的谣言 说他有其他的对象 或者是一脚踏两穿 这些都是假的 请你别那么容易相信哦 他觉得你跟过去不一样了 觉得你们好像有距离哦 到底你在想些什么呢 你都可以说给他听 他不能失去你 他需要你 他每天都想要你在他的身边哦 你是那么的重要 他知道总有一天 你会发现他的好 或者是发现你过去对他真的有误解 然后回到他的身边了 因为他真的温馨无贵 他其实初次接你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你们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哦 他现在已经把你看成是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那种忽冷忽热有多么伤人 请你别对他忽冷忽热了 其实我早就向你表白了 常在每个看你的眼神里 如果你有留意到 你不能察觉 他是多么的爱着你哦 我再怎么努力 都得不到你一丝回应 他觉得你好像在 把他当成透明 和把他的努力当成是不存在 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你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一趟旅程哦 确保你是准备好了 就是对未来 你的打算计划是什么呢 可以与对方谈一谈哦 新的开始哦 每天都是新的开始 这也是有小婴儿哦 就是恭喜哦 可能你们会迎来一个洁净病 再看还有什么呢 音乐 这大自然的音乐哦 用用心的听哦 你的灵魂可以得到疗愈 也可以通过音乐呢 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哦 就是音乐是国际语言 不是吗 接着我们看这个答案之书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等待哦 再耐心等候一下 有些事情挤也挤不来哦 实际味道的话 你怎么急也没有用 所以只要耐心的等哦 就给对方一点空间 别逼着对方给对方压力哦 好啦 这就是给你选到第三组的排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余呢 祝你做麻烦乐生的 对方过好每一天哦 祝福你 慢慢祝福跟着你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